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中文化农民工户籍地江西省福良县黄潭乡东港村东港祖11号 住所地江西省福良县祥和小区五栋二单元2030 2018年1月24日21时40分许 方某某从学校下晚自习回家路过汪根林租住的该二单元2030门口时 汪根林以修理家中店闸为名 请方某某帮其拿手机进行照明 方某某同意并进入2030帮忙 后汪根林产生坚疑方某某之念 掐住方某某进步并捂嘴 将方某某向卧室里拖转 方某某挣扎并喊叫 此时方某某的母亲在该单元4040家中听到喊叫声 即呼唤方某某的名字并下路查看 汪根林担心罪行败露 用力捂住方某某嘴巴并扼掐方的进步 致方某某机械性窒息死亡 而后考虑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